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江浙户附近的小伙伴们应该感受到了吧 今天真的像夏天一样 最高温度有29摄氏度 我估计有些地方还会更高 要过30度的 不过现在已经是下午4点多钟了 今天傍晚开始就要变天了 我刚才已经感受到一溪有一些零星的小雨点掉落下来 据说明天温度就突然降到个微数一下 当然我说的是最低温度 终于有点像冬天了 冬天就应该是冬天该有的样子嘛 哪有11月份还像夏天的 今天我再带大家来持续更新 有很多小伙伴都怕我停更 我现在带大家看到的这颗是圣卡洛斯 圣卡洛斯过了夏天以后也够丑的 以前它是很美的一颗 而且我坚持这颗是纯路养的 我当时一共是买了10个单头 我记得是是在叶子那里买的好几年了大概有个三年应该有了 一直都是露羊 好看的时候很好看 但是过了夏天以后难看的时候也是真心难看 痒了三年下来 这个腿是长长了不少 你们看这个腿 都开始弯上去了 以前是直的那种 现在你看这个肠杆子都弯了 这些都是长得比较好的 这个圣卡洛斯 我刚才撸了一下叶子 基本上把底下的枯叶子给撸掉了 像这种大叶片的就比较好撸叶子 比较方便 不像有一些就很难撸 这个是圣卡洛斯 我知道有很多小伙伴养的都比我这个好看 我这个夏天实在是今年一下天一点都没管 疏于管理 所以今年夏天过后 我感觉格外丑 比往年都丑 这个是圣卡洛斯 三年大概就长这么长 有没有跟我差不多起时间买的 小伙伴你们养的是不是也变成这样子了 看到没 这个都已经像一条蛇一样 弯上去了 还挺好看的 对吧 估计这里现在没有十颗了 夏天连续三年应该也有挂了一两颗 圣卡洛斯 好看马上就会好看起来的 不着急活着就行 然后你看像这种是很好撸叶子的 这个腿一下就撸出来了 我带你们看哪些是比较难撸叶子的 登登登登 看看这颗 这颗其实你们看到它并不多 我之前一直是把它放在那个高低层的木头花架上 而且它放的位置比较高 我平时不大拍得着 这颗是你们看一下这个是仙女杯里面的 你们应该很多人都养了这个品种的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腿 这个腿你们还记得几年前 一两年前 里滚滚到我们家 它那时候还没有搬走的时候 它好喜欢撸这个 它要把上面都撸得干干净净的 但是我跟你们说 我觉得这个留着这个还挺好看的 这个枯叶子 真心是很难撸 然后它这个枯叶子是那种卷卷的 我觉得还挺有味道的 我就不怎么撸这颗 撸的话也可以呢 你看把它撸掉的话也可以 但是这光溜溜的我觉得就没有味道了 所以我还是给它留着 这个夏天过后啊 这个叶子全绿全绿的 然后现在你们看有一点点上颜色了 微微有一点点上这个淡粉色 而且夏天过后这个已经干的不能再干了 我今年夏天真的是一点都没浇水 竟然这些肉肉们都活着 看到吧 这个是我的大大的仙女杯 好看吗 养了好几年了这颗 还蛮好养的 然后下面再给你们看两颗 哇天要黑了 这个是我的大大的灰姑娘 这个灰姑娘大家有印象的吧 也是我从云南运回来的 连盆运回来的 不过期间换过盆 李光管帮我换的 因为这个东西太大了 很难换盆 之前为什么换盆 因为之前那个盆碎了好像是 然后就换成了这个大盆 里面的土都没换 就是直接连土啊 带球的 然后把它塞在了这个盆里 这个时候的大大的灰姑娘 这个灰姑娘变化也好大 你知道那个云南回来的时候 这个上面全是叶子 看不到腿 就是一整盆绿色植物 然后养了几年以后啊 这个应该也有个三年 四年 至少有三年了 你们看这个腿 这个腿现在全都长出来了 而且全都木枝化了 上面的叶子也都给我掰光了 经过几年以后 你们看它消耗的消耗 被我掰掉的掰掉 现在形状更好看了 它现在就变成丛林了 像树一样 但是的确啊 你们如果想出状态的话 不要种这么大盆的 在我早些年 很喜欢养大盆的 觉得好壮观 我现在这些大盆的 全部都是早期养的 后来我又养过很多小盆的 一点点控养的 拇指盆这么点大的 然后后来我就变成了 开始喜欢就是中等盆 特别是一些拼盘的那种盆里养 就是不再养这种超大盆的了 占地方 还有就是太重 我根本搬都搬不动 我想挪动的时候啊 夏天想搬进去 然后下雨天想搬出来 那个困难可想而知 一个盆大概有几十斤重的 放在哪我就不想动了 所以这些你们看 它暂时就先放在路养去 好在大盆里都是大蒲活 真正养不活的也就挂了 活着的以后就这样路养吧 让我搬它实在是太困难了 搬不动啊 这个灰姑娘 你们看养了几年以后 才开始慢慢的有一点点上色 今年我估计会上色了 前几年 这个土里面的营养没有消耗掉 你们想都别想 今年我估计可能会有点上色 这个长叶子 看着不好看 对 这个都是夏天受伤的叶子 然后今天最后再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超大盆的白凤 我估计是我刚种的时候 你们看到过 后来就再也没见我拍过它 因为这盆种好了以后 也是放在那个木头架子上的 还放在最上面 那个一层 根本够都够不着了 而且这颗 我感觉我种了两年 几乎没怎么浇过水 这么大盆 你们看像个煤气罐一样 好大好大的盆 我手放在旁边 你们就知道它有多大了 真的超级重 我这次过了夏天以后 跟我们家阿姨两个人 把它抬过来 比煤气罐还重 放在这我就不想动了 反正白凤也很好养 给你们看一下啊 养了几年以后 这个腿长得有多长了 看到没 看到没 这个上面长的都是那种老疙瘩 很老很老了 也在下面抱了个仔 你们看看这个腿 我就等着下雨天 就是大自然给它浇水了 我的天呐天黑了 给你们看看看看 看看看看 哇塞 起风了 冷空气来了 快快下雨了 下雨了 这个天好吓人哦 反正要吸入鸡里的妖怪来了 我要躲进去了 妖怪来了 对最后再给你们看一眼 我的大白凤 这个养了好几年了 今年我觉得应该会长得很好 现在还是有点干 今天会下雨 淋了雨以后 它们会饱满起来的 我跑进去了 妖怪来了 我要去逃命了 拜拜喽 水 完 已经 消炸做了 慢慢的 前面 没有 再来 以后 腿